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吗 那就看看自己的身上 有没有这三种中国人特有的特征吧 写负责任的历史 做有深度的普及 大家好 我是七七 我们生活在广阔的地球上 由于气候条件 地理位置等多种原因 导致人们的肤色相貌 也会产生很多不同 但很多人 竟然由于这种情况 产生了人种歧视 比如当初美国的黑人白人问题 其实哪怕是现在 一些黑人的地位仍然很低 同时也有不少人 对黄皮肤的人种产生歧视 不同皮肤的人种 其实还是很容易区分的 我们在外貌肤色都非常相似的情况下 究竟如何进行区分呢 今天就让我来告诉大家 三点属于中国人的特征 第一点是中国人在出生的时候 臀部和手臂会产生青色的痕迹 大多情况下都在臀部 不过等我们长到一两岁的时候 这种现象就会消失 因此大家想自己观察是不太现实的 到时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长辈 小时候是否有这种现象 同时等自己孩子出生的时候 对他的臀部区域产生的清淤 也不用太过担心 这并不是一些人所谓的胎毒和胎记 只是中国人的正常现象 那么既然臀部清翻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消失 其他两种特征也会消失吗 首先可以明确告诉大家 其他两种特征是不会消失的 大家也都可以明确的观察到 其中之一就是铲形门尺 说到这里 朋友们可以摸一摸自己上嘴唇下方的两颗门牙 大家会发现 这两颗中间门牙的两侧边缘翻卷成棱状 中间地区会向里凹 看起来就和铲子一样 所以被叫做铲形门尺 由于门尺尺关舌面两侧边缘急增后 同时舌面凹陷 最后也会产生这种结构的门尺 从我们上下的全尺中 也可以见到类似的结构 根据数据统计 产型门尺一般在东亚现代人群和化石人群中 出现的概率较高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这种门尺类型 现在三种特征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两种 最后一种有人猜到吗 最后一种特征叫做内自者 很多人习惯称呼它为蒙古者 建议大家看完视频后 拿着镜子对比时 最好再用一张外国人的照片进行对照 大家就会发现其中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 内自者是指我们的上元简 会微微下垂遮住内线 形成一个小皮者 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有这种特征 不过在波兰人和纳维亚人身上 也出现了这种现象 而之所以要用外国人照片进行对比 就是由于不少人的内自者 表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它的深浅取决于鼻梁的高低 高鼻梁的人 小皮者便会显得有些浅 低鼻梁的人 小皮者则会深一些 以上三种特征便是中国人的特征 当然同时具有的话 只能说明你大概率会是一个中国人 不具有也无法排除你是中国人的可能性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总结得来 无法避免外界因素的干扰 因此奉献大家 不要由于这三种特征有无 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 其实只要我们认同中国文化 那我们便可以自豪的说一句 我是中国人 大家是否还了解一些 其他中国人独有的一些特征呢 让我们在评论区一起进行探讨吧 这里是雪原同历史课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私信我 每时每刻为你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